宝宝都已经这么大了 他之前都从来没怎么管过孩子 我觉得我不在乎他没有车 没有房子也没有穿款 我希望他能对我跟宝宝好 可是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他对我不好 对宝宝也不够尽心 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子驾驶下去 能驾驶多久 我也不知道这样过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 没留你吩咐着 既不爱我也不关心宝宝 这样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黎先生31岁 来自广东产品经理 女嘉宾曾女士26岁 来自湖南全职宝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久啊 结婚一年多了 觉得她对你不好是吗 对孩子也不关心是吗 对 就是没怎么尽责的 所以今天要来干嘛呢 就是我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她还是这样不改的话 我觉得我就跟她过不下去了 咱从哪儿开始说说这过不下去的心结呢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 她欺骗我 她怎么欺骗您的呢 我们不是在家长的时候嘛 然后我跟我爸妈有说过 她不是有那个欠债嘛 然后我爸妈就问她欠了多少 她就说欠了四五万 然后我在问她的时候呢 她又说欠了六七万 最后结婚之后 然后她就告诉我 就是欠了二十一万 对 这个问题我是承认确实存在的 因为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 就是我老婆她事后也讲了 就是如果她事先知道了 这个婚估计也结不成了 就我是 就刚开始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 所以就没有实话实说 所以说这就是欺骗嘛 是吧 除了这个欺骗还有别的欺骗吗 她不但这件事她还出了反恶 就是我们结婚嘛 我跟她说过 我说婚后的话呢 就是工资不给我管嘛 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因为身体原因嘛 体质很差 怀孕就不能工作嘛 然后我就跟她说好了 然后她就答应的 可是婚后的话 她不是这样子的 她那工资也不按时交给我 然后我经常就是没有钱 你知道吗 就是身上都没有钱 我要买菜呀 我突然发现我身上就没有一分钱 然后有时候她就说她要还债 然后还债 就是我知道她就还债 但我不知道具体那个钱去哪里了 就是不经过我的手 她还了债之后 有时候给我几把钱 剩下几把钱还给我 有时候给我几千块钱 然后给我几千块钱 她又说她又要还债 又拿走了 等于婚后你因为怀孕 所以不能工作 对 在财产上没有安全感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 宝宝不是有红包嘛 就我亲戚啊 会给嘛 然后的话呢 有时候交房租不够嘛 她就说 那个钱你先拿着 我垫一下用一下 然后她说 我发工资就给回你 然后发工资就不了了着 21万的债还完了吗 现在还有十多万 还有十多万 按理说啊 你也欺骗了人家嘛 心里面总觉得是亏欠的呢 婚后应该觉得很好 是不是 但我看小片里面也说不好 是吗 对 什么个不好法 就是她不理解我 不心疼我 比如就是 我不是 就理解她上班很辛苦嘛 然后我整个运气都是我做饭 然后给她洗衣服 然后她就一点都不灵情 你知道吗 她就说 那你不要洗啊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就是 因为我白天都在上班嘛 一直都在上班 然后她看到了 有可能就会帮我洗的 然后她第一次说 然后我又没大理 她说吃素多了 然后我就可能就会 我也会有情绪 是不是在她孕期的时候 你也很少做家务 是 这个是 然后就是孕妇嘛 不容易饿嘛 然后我有时候 就是晚上12点之后 我可能就12点 我还饿呀 她就不让我吃 她就说 12点之后 孩子其实对身体不好 对 所以我忘记了 我想吃夜宵 等于妻子 想吃夜宵 你不让她吃 是吗 对 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 她经常是 12点左右那个时间嘛 然后我就说 可能对身体不太好 你有陪她产检吗 有 大夫有说她认高吗 我没大注意这个问题 认堂呢 我没大注意这个 也就是说 她既无认高 也无认堂 大夫有没有说 她体重增长过快呢 这个没有 应该是正常了 对啊 大夫都没说 你为什么帮她吃东西呢 这好奇怪 其实我不是不让她吃 就是有可能是我 没有去帮她买 不是 她不帮我买 然后她又说 她也不帮我做 孕期很不好 是吧 那生产的过程当中 她表现得怎么样 就生孩子的过程 也不好啊 我当时都要绝望了 就是因为我还生孩子的时候 我婆婆来了嘛 但是因为我婆婆 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大医院 她两关号都不会 我当时是破水了 然后我自己打了社区的医院 就是因为 那你呢 你在干嘛 我在上班 那你赶紧回去啊 她当时第一次打电话 跟我说 因为我问你什么经验 我就问 那你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有什么情况 人家通知我吧 不是没经验才会招慌啊 你才会急着跑回去啊 我请了个假 然后就赶紧就过去了 然后就坐车过去 我记得很清楚 是12点40 她才到的 嗯 你也是几点钟去的医院呢 我是9点多钟就到医院了 哇 需要三个多小时啊 不是 9点多 出门 有可能去到医院 从家里去医院 要有一段时间嘛 不是 那这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你就应该赶过来了吗 那时候还没有 就还不确认情况 那时候 因为我也不知道 真的是破了氧水 还是怎么着 还是只是一个肚子痛 行 就算这事 没经验 赶过去的 后来怎么样啊 后来我好不容易 很辛苦 把孩子生下来嘛 我就想要他跟我说 你辛苦了呀 理解一下我 所以我想到后来 之后我跟他说 这时候 他就跟我抢教说 他说 我也在那等了很久呀 他这时候的话 那个他也等了那个女性 我就很委屈 哦 他希望他安慰他 南京说 我赔产也很辛苦 没有安慰 是这意思吧 这个意思 他没表述清楚 是这样子 就是事后他一直都说嘛 他就说 哎呀 我生孩子的孩子 很不容易这样子 他说第一次我也很理解 但是每一次吵架 他都这样说 那我一两次 我也控制不住 我自己的态度 我就说 那我从头到尾 这个过程我也陪在 那我让你去体验一下 那个生孩子的痛 你为什么那个时候 我甚至是无聊的事呢 他一直都说 就是有个 就男人也能去 那个体验一下 生孩子那个痛 那个叫什么 我忘记了 反正说有个什么机器的 然后我就说 我干嘛要去体验 那个东西 然后就好像说 我不去体验 就是不是关心 我去体验的 就是关心那样子 行我明白啊 就是这件事说出来 都要带有一些情绪了 我还是想了解事实 就是产后 他对你照顾的好不好 不好 就说他要上班嘛 他就直接告诉我 他说 我下半夜是起不来的 我有时候 一直坐在天 练哄孩子 然后一个晚上 要起来上身试 他就上班了 我还在那里坐着 就是喂奶 或者哄孩子 他就直接告诉我 我下半夜起不来 上半夜也不管 对宝宝怎么样 对宝宝也不够尽责任 就有一次 我不是跟他回老家 过年代宝宝 那宝宝也小嘛 他就把高烧 然后又来又吐 我就说产言嘛 然后从医院回来之后呢 宝宝不是哭得很厉害嘛 他喂药的时候 他就不耐烦 他就一口药 一口米糊喂他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样不行 然后他就 你什么都是对的 他说我觉得 这样也是对的呀 然后我再多说他两遍 他就发脾气 他就撂条子不干了 然后他就不管孩子了 是吗 这个事是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都是的 就是做什么事情 他都觉得 他的方法是对的 然后我的方法 就是不对的 除了刚刚那个事 其实还有好多 比如说泡过米糊一样的 他说他那个手势就是对的 然后我那个手势就是不对 他就一直会往下念 然后说 你这样子不行啊 这个米糊会稀 会什么样的 有时候我就肯定 也控制不住自己 然后就会生气 我觉得他对我不好 我可以忍 但他对宝宝不好 我就不能忍 就是他很少给宝宝喂饭 洗衣服 然后他看孩子 就真的只是看着孩子 孩子饿了 他也不会说高点 吃着给他吃 然后他从来不哄睡 家庭的其他方面呢 其他方面 然后家务他不做 他就是挣钱 在他认为就是 赚钱就是他首要任务 就这么多委屈吗 然后就是答应的事情 还有委屈吗 有 说 他就是不会处理 我跟我婆婆之间的关系 他不但不帮我 他还给我添矛盾 就比如说 整个运气都是 我给他洗衣服做饭 对吧 然后我婆婆是广东人嘛 就比较传统这样子 然后他就不允许老公 给老婆洗衣服的 我洗好衣服 让他练一下 我那时候真的很累了 让他练一下 晚上了 然后我婆婆看到了 他说 弟子爷都是你洗衣服呀 他就不吭声 然后还有就是 我煮一个虾嘛 然后我婆婆不是不吃辣的吗 我是湖南的 我吃辣的 我就做了两份 对不对 他就跟我说 他说 一个虾搞那么多样 就这样子说话 就完全不体会我的那种用心 好 听明白了 他说你这么多 你有委屈吗 还是说他抱怨的 都是对的 其实我 我心里面 就我是这样觉得的 就是 他说那些的话 我觉得就是都会存在 但是不至于这么严重 因为很多事情的话 我觉得 都不是什么大事情 基本上两根 两三句话之间 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每一次 这种小事情 反正后面就很激烈的嘛 然后我觉得 就人无完人嘛 就很多事情之间 都是要一个抱怨跟理解 我问一下 你们俩谈了 也谈了多久 半年多 怎么那么着急就结婚呢 因为我当时觉得 他做得挺好的 然后我觉得 他也挺有善心的 可是后后 我觉得他做得不好 结婚以后就完全不好 嗯 现在后悔吗 现在有点 其实我是看着 宝宝的那个面上 我就觉得 要是能了 我就能了 我下次能不下去了 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 一开始听的时候 是特别的气愤 特别气愤 怎么可以这么做 你越听越听 就是当 越走进他们生活的 那种碎小的事实的时候 你发现这里面 情绪部分的东西 就多于事实部分的东西了 我说的意思 你能理解吗 就是你不应该 隐瞒你的未婚妻 你欠了二十亿万的债务 也不坦诚 这是你的问题 而后来那些问题 里面确实有你做的 不到的地方 不当的地方 但是还有一部分 我就听出来 是他情绪所致 如果我们在一段婚姻当中 总是拿孩子出来说事 说我没办法 我有孩子了 我只能跟他这么过下去啊 那很多事情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这段关系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做哪些调整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 新疆美容APP 求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是通过 相亲软件认识的是吗 对 然后相处半年就嫁了 对 当时你要决定 嫁给他的时候 你的父母是同意的吗 不同意 他们不希望 我嫁到他们家里去 我爸妈之前 这还有欠债嘛 就不想我过那么辛苦 对 其实所有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都会发现 很多女性 当眼泪快流干的时候 才后悔 没有见到没见到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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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还是先不要哭啊 其实现在你们最关键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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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开始听的时候确实就是愤怒 尤其刚才在一看你们开场那个短片 这姑娘一个人用单腿抱着孩子单手洗碗的时候 我太理解其中的心酸了 我太理解其中的心酸了你没有体会过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一个动作有多么让人心疼 对我一个人照顾孩子 我知道 我知道我理解包括你可能连安心的上一个厕所都无法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当妈的都这样经历过但是每当这个时候就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人帮把手你从他有了孩子之后你有没有问过他吃过一顿饱饭或者热饭吗 这个可能开始都会问可能后面会比较少 我特别特别不喜欢你的一点是不管说她的情绪有多大她有她的问题我待会说我特别不喜欢你的一点是什么 所有的问题你全有解释的方法全部都有你的解释 你欠债这姑娘什么都没说跟你继续过日子这已经是她极大的善良了但也请你在婚姻生活当中善待她 在她怀孕期间你不帮手所有的家务全让她一个人做产检连最基本的问题 你赵云老师他在问你认高认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你连最基本的产检要体检做什么都不知道 可想而知你这个丈夫的失职是有多么的大 你知道如果是认高认堂这个孕妇在孕期是有多么的危险吗 一尸两命啊 你不关心 生完孩子之后你只顾自己的辛苦 你说自己赔产累了 有了孩子之后 我也知道你在外面有欠债的压力要还钱 但是他在家里面的辛苦你根本没办法体会到 我看在台本上写你 他说要换一下你们两个人的这个位置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你说行啊 那你出去工作我回家带孩子 你把我的债给我还了 这是男人说的话吗 他经常说这种很赞心的话 其次来说女士 虽然我对他有这么大的愤怒 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委屈 你今天所有的眼泪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首先一开始你就没有把控好自己的人生 对 其次出现偏差的时候你没有及时止损 再次当你进入这段婚姻的时候你是有怨念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觉得你一个还有欠债的一个男人 我都嫁给你了 你还要让我怎样 如果你一直带着这样的怨念去生活下去的话 生活是看不到希望的 你看不到你们婚姻当中美好的一面 所以你只能陷在这样混沌的日子当中 但你又不自救 因为你每天除了怨 除了念 除了回忆说你对我多么多么多么不好 这点事之外 你没有其他任何的事 所以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如果以一颗悲伤的心来度日的话 日子每天越过越悲哀 如果你调整心态 看到生活当中有好的一面 债务在减少 宝宝健康成长 理解一下他还债的辛苦 彼此互相体谅的话 那这个婚姻生活是可以往好的方向过的 好吗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二位 你们的婚姻基础特别不牢靠 成婚之后再告诉你有债务 然后又是对于你极度的不关心等等等等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所有的一切 为什么会沦落在你的头上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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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生你好好想想到底这个路应该怎么走 好不好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对夫妻是怎么选择的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我们见证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我真的非常抱歉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就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一直过下去 我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 我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 但是我也会去改 在梦里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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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